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先生呢 他们就希望建商能够全面换修 有吗 建商说不可能 这个脱落的部分我帮你做处理 全面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一个情况 可是因为还是有住户上面这样住的 立即上的一个安全因例 会怕 会怕 所以住户就自己各自花了30万 来做一个全面换修的一个情况 这30万他们自己吸收啊 对 好 那现在住户决定要跟这个建商 要来提告求偿了 那当然我们也这个制作单案非常用心 我还特别打电话去问了这个营造厂商 问他们说 到底你们要怎么解释啊 那对方还有一些解释 他说呢 其实房子已经交屋了 我们不能够随便进入 那我们当然有时候要先修补一些缺口 可是因为房子是客户的 投诉者也就是郑先生 不同意我们进去补修 所以他就是要求我们全面退换 但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那关于这个施工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偷工减料 对方是说呢 施工的工法 我们营造公司有自己的一个评估 并不是随意来施作 最后一件事情是呢 这家营造公司就说 报道里头提到有9户 也有类似松脱的一个情况 但是营造公司说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么多 只有二楼跟郑先生这两户而已 好像郑先生在两户一户 所以没有这么严重 好 我们两造并成蔡律师 旧法论法可以从法律上怎么主张 我说住户只可以主张他们的权益 其实像刚刚提到那个基隆那个阿嬷 那个竟然有房子没有路可以走 其实这个法律上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继承道路 很多是私有土地 可是已经让别人通行过很久的时间 就说他事后就不能再把人家阻隔起来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里面 本来那个社区它就唯有那个柵欄了 所以显然那个部分 它并不是继承道路 是一个私有的土地 那既然是私有土地 所以变成这个阿嬷的社区得去法院干嘛 他说要去劝那个林地通行权 就说我今天我的房子 没有办法通行到外面的土地去 那我以前有办过一个案子在细子 法官后来就去现场看 结果看一看真的 前面好像没有路 结果后来被法官找到一条路了 那个后面有一条很大的排水沟 那排水沟上面竟然做了一个便桥 结果那个对方就只想说 没有你有路 有这个便桥可以走 所以我不晓他们个案里面是不是说 真的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行到 那个社区 假如是这样就有林地通行权 但是你还是要给隔壁 那个社区怎么样 一点那个金钱上的补偿 为什么 因为你通行过人家的土地上 所以这个也要看他们社区的 那个环境来决定 好 再来我们这一段的内容 要从一张广告单 大家可以听到广告单来看看 地点在队 你知道吗 草屯 草屯在队 在南岛 这个地方居然黄金店面 九页的 页来页去菜总 怎么回事啊 这张广告的背后 看来这个广告 你会绕的海 你看这个是在南头的草屯 市区的店面 月收30万 168 一路花 但是后面有两个林 这样算起来是一亿六千八百万 我是觉得可能是多一个林 多一个林 1680万 要不然就是前面多写一个一 应该是六千八百万 怎么可能 这种店面是在什么 台北才有 怎么黄金店面也下乡 所以草屯的钻石店面 这是有硬不硬 要查看一下 还有我们进去实际上登陆 并没有成交这个案件 但是我们一看 我们进去草屯这边 通通是草屯的实价登陆 现在你看 看到什么呢 他们都是透天厨 是 你看单价多少 都是20头 最便宜都20头 然后总价大概都千万起跳 超屯 这超屯 你要买个透天厨 没有千万 其余免谈 这个价钱 老实讲 跟桃园的皇家差不多 对 所以我现在怀念起来 那个淡水 淡水一字头 所以这个现象先布口打个灾 我们后面要来去追 这个房子怎么炒起来的 南投 观光大县 首先我们看到中兴青春 以前是省政府的所在地 其实那个地方 林荫大道 公园立地 生活环境很好 吸引了很多的退休组 来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从2009年他有一个高等研究员区定案 有点像这个规划案出来以后 民间的业者就在中兴特区 中兴首区就开始重划案了 所以那边高级的别墅起来 我们随便看一下 透天的别墅 然后开价1500到2000万 4年前700万 4年前单价大概17万 现在涨到28万 700万可以涨到2800万一坪的 在这个别墅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说 南投 孤一的南投 我们说到 它的炒房有三个热点 我们就称它三巨头好了 刚刚看到中兴青春 北中兴这个地方火车头 还有呢 你看我们现在 转到中兴青春里面的这些 豪华的别墅 你看这个总价是3960万 买在中兴青春 单价是43万 这是最近才推出来 屋里一个月 好 你看 七年是有点这个中国屋 也要2280万 单价是26.7万 你没想到看 你真的就是在双北 还是桃园的淡黄区 所以蔡总 每一次都是你带着我们看到 乡长 乡长长了哪些地方 我们已经长到外岛去回来 才发现 台湾的中兴点 对 过去一年 乡长 前20个乡镇当中 南投就包办了三名 除了刚才讲的中兴青春以外 还有什么 草屯 谷里都入列 过去一年 黄价一年 黄价涨15到17% 这一年当中 酸鬼的黄价已经在下去 人家南投那边还在涨 所以今天大家可能听到都是数字 可能没有感觉 来 我们听这个在地 赖先生 赖先生他差一点点被砍到 赖先生 他去年三月 用820万成交了一个社区里面 58坪 其实他原本开价是900多 砍了一点820万 结果过了半年了 他发现他同一个社区 坪数跟他差不多 大概56坪的透天处 居然开价1280万半年之内 涨了33% 这样真的好你赶债 超过一劫 不过赖先生很有研究精神 去追踪一下 发现这个案子是投资客 买来以后又要再卖了 所以一者一喜 一喜的话就说 我搭上这个草房 我身价也提高了 但是优的话 那在地的人怎么买得起 好 所以这个就回过头来 花莲 澎湖 我们都看到同样的问题 炒到后来在地 越半越风 越半越风 怎么办呢他们 静下 我再问你一个 到底是蛋黄的房价先涨 还是蛋白的房价先涨 当然不是蛋黄涨到蛋白 蛋白又跌回来 这个埔林不是这样 要不然呢 为什么 那时候九爱大地震 是 市中心那些房子下来 后来建商人盖了 先从外围的蛋白先盖 是 但外围盖的话 他开的价钱开得很高 开得很高的话 比如说这个三十几坪的 他也要总价别墅 偷田处大概都要600多万 当地人买不起 林宴住在什么市中心 我现在给你看两个案子 这个都是重化区 新虎山重化区 你看这个外面 我刚睡眼 你看2010年总价1000万 现在已经涨到1500到2000万 涨了多少 已经五成了 你要叫南投的乡亲 又2000万买一栋房 还有那个行情 吴宅尔的重化区 以前建地3万 现在要11万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 大概都总价要800到1500万 那你另外问什么原因 三个原因 因为这边很多是农地 农地没有奢侈税 所以投资客就来炒作 再过来交通 尤其是什么 国道6 国道6 交通的话 有时候你每假日 国道6都塞车 对 那国道6下来的第一站 就是不理 就好像国道5 我们说进去就是交西 对 把宜兰房价炒高 同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临近啊 很多啊 这个台中已经炒高了 就跑到什么 南投 比如说乌峰 算台中 他旁边就是什么 南投的草屯 水如果不然就会出来了 所以南投呢 看成是草房地图 台中的后花园 我们看到 哎 连这个南投的 所谓的比较远一点的重化区 都咔嚓2000万 比台南还要猛 等一下回来 蔡总继续带我们看进去 南投有更多草房 让你瞠目结舌的现场 不要走开